各位弟兄姐妹,平安! 21年前所发生的911袭击,可算得上是一件轰动全球的事件。 但如今,这事件已经走入历史,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直接的影响。 但我相信,被911事件所摧毁的家庭,肯定会因此事而悲痛欲绝,永生难忘。 倘若你的生命也曾面临一件类似于911的事件,使你痛苦晚分或不能抹灭的患难的话, 我想借着今天的分享,与你一同思考,我们当如何从痛苦中看见神的慈爱和怜悯。 首先,你当然知道,与些列民虽是神的选民,他们也会遇到极大的问题。 他们所遭受的最可怕的灾难就是,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国攻陷,遭受摧毁,百姓被掳流亡,圣殿被毁的那件事。 耶利米埃哥的主要内容就是,作者描述了耶路撒冷人在灭国之后,所遭受到的痛苦与迷茫。 当我们读耶利米埃哥的时候,我们知道,作者虽然明白,耶路撒冷为何会掉入如此悲惨的下场, 但他还是无法闭口不言,百姓的失落与绝望感。 其实,除了耶利米埃哥,圣经在诗篇里也有好些的埃哥,而这些埃哥也发挥了几方面的作用。 例如,作者可以用埃哥来表达抗议,来宣泄情绪,以及用埃哥来表达内心的困惑。 有些时候,当我们在面对极其痛苦的问题时,我们也会编写出自己的埃哥。 例如,当我们向神抗议时,我们就会质问神,难道他不晓得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苦难是什么吗? 为何他声称是爱我们的神,却还让我们遭受到如此痛苦的事呢? 在这同时,我们也会觉得神离弃了我们,并且不听我们的祷告。 正如耶利米埃哥三章八节所说的, 我爱好求救,他使我的祷告不得善达。 四十四节也说到,你以黑云遮蔽自己,以致祷告不得透露。 虽然耶利米埃哥的内容看似都是很负面的, 但里头依然记录着几句充满盼望的经文。 让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埃哥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。 我想起这事,心里就有指望。 无论你现在所遭受的患难是什么,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会看见, 神的慈爱与恩典是不会离开祂所拣选,祂所要拯救的人的。 在这,有两个圣经的原则是我们要紧捉住的。 第一就是,我们都还活着。 这意味着,神依然有既有话,有慈爱,也有恩典在你我的身上。 如果神真的要处罚那群在当时后背逆神的百姓, 祂绝对可以马上将所有的人都致死。 然而,神并没有消灭那群百姓, 因为神坚守祂与百姓所立的约。 但同时,祂也不会容许邪恶和罪任意存在着。 第二,神诸般的慈爱和怜悯是不会断绝的。 且是每天早晨都会更新的。 这是一件何等值得我们感恩的事。 因为,这意味着,无论你昨天的情况是何等的糟糕, 今天神将赐新鲜的慈爱与怜悯,等候着你。 无论你过去所犯的罪是多么的严重, 你若认自己的罪,神是信实的,是公义的, 必要赦免你的罪,洗净你一切的不义。 无论你昨天被罪或试探给折磨得多么凄惨、懒狈, 你若等候耶和华,他必叫你重新得利, 也能够忍受试探。 由此可见,我们在患难中, 的确是能够发现神不间断的恩典与慈爱的。 或许在你们当中,有像约伯一样的人, 时常活在神的面前,以及在凡事上都对得起主。 你有否发现,你现在所遭遇到的极大苦难, 应该不是来自你的悲逆或过犯呢? 换言之,如果你认为神目前让你经历的苦难有点说不过去, 我现在要给你两个建议。 第一,不要让你目前的苦难取代了你一向敬畏神, 顺从神的心。 因为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到, 我们这至战至今的苦楚,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 另外,以其一直纠结要发现神许可苦难的理由, 倒不如从神那里伸出感恩的心。 试想想,如果神每日都赐新的慈爱与怜悯给那群悲逆的子民, 神岂不把更多的恩惠和福分加添给那些, 应要成就神旨意而遭受患难的人身上吗? 虽然苦难不容易胜过, 但神的恩典绝对够用。 所以,我真盼望你在极大的患难中, 真实地看见神的慈爱与怜悯, 而从中得着祝福万民的见证。